每年12月到隔年的2月 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苗栗的大千医院 日前接获了一起 搬新家之后 居然是在家昏倒4次的个案 经过诊断之后 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 天气越来越冷 也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尤其是使用这热水器 务必要保持空气流通 洗澡时如果有头晕 想吐四肢无力等症状 要提高警觉 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 大千医院副院长蔡健中指出 是一月底急诊接获的个案 今年2月搬新家之后 在家昏倒3次 期间到各大医院检查 都没有异状 第4次昏倒一世不清 经急诊医师研判 是一氧化碳中毒症状 通常如果是心脏科 或者是神经外科 比较不会去询问病人 相关的一个之前的发生的 一些状况 那这位女性病患 主要是四次昏倒之前 都是有去洗过澡 那我们知道洗澡的时候 会使用热水器 那尤其冬天的时候 因为天气冷 洗澡时间会比较长 那使得一氧化碳中毒的记忆 会变得比较高 蔡健中还提到 一氧化碳中毒初期症状 不易察觉 只会先感到轻微头痛和头晕 随着中毒程度提升 才会感到恶心嗜碎 严重时甚至会陷入昏迷 若能及时就医 并接受高压氧治疗 就可改善组织缺氧的问题 比如说头晕 恶心 吼吐 那要马上送到医院的急诊 那尤其是要有高压氧设备的医院 一氧化碳中毒的标准治疗方式 就是接受高压氧治疗 让病人在一个高压氧的治疗舱里面 接受一个多小时的纯氧气的治疗 以及加压的治疗 可以让我们脑内 一氧化碳浓度降到正常值 那这样可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所造成的一些并发症 由于入冬后也是公寓住宅 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苗栗县政府也预请 公寓大厦管委会及民众多加防范 加重热水器无比装设在通风处 或是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 以防中毒事故发生 加重链